主席 各位午安 是不是先請我們經濟部 好 我們經濟部代表工業局的呂副局長 呂副喔 他那個 次長他中午之後 議員好 我本來是要等你們次長 因為次長有行程有請做報告 真可惜 我要問你們 基於風險的管理 事業所生產的廢棄物應優先於工業區內清理 這是一個基本的方向 那依據我們廢棄法第32條 新設的工業區及科學園區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開發單位或管理機關 也應該要區內設置或區外規劃設置 事業廢棄物的處理設施 並且於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完成設置完成後 使得營運這一點你知道嗎 那個法規的如果這樣 因為我主管的主 是另外一個副局長主管 不過我大概知道有這樣的規定 你知道 OK 廢棄法32條是這樣子 我們工業區自己生產的廢物 就工業區裡面設置處理設施 給它解決掉 那我為什麼要談這一點 是因為我們要求環保署 希望在目前所有的廢棄物處理機構 或者是再利用機構 通通都是在農地 都在土地分區使用的農業使用裡面 去核准和許可 在農業區土地去核准一個處理機構和再利用機構 前幾天我們開了一個祭酒會 叫做聖梅皮 他在桃園 桃園呢 他處理 他本來是沒有污水排放的啊 他把所有空污 水污的所有問題 通通都一次在那個農地解決 去給它回收廢液 直接倒到皮塘 皮塘直接引水去灌溉那附近的農田 裡面所有的污染物也直接倒到皮塘裡面 我們來講說 不是只有那一個紅魚 那一家公司這樣子做 以電池處理回收處理業 在雲林 水營蒸發以後 企劃以後有沒有跑到旁邊的農地 打一個問號啊 以地勇為例 地勇假裝 在這個工業區設置公司 但是他的脫流渣非法堆滯於農地 或者是找一個合法的許可變更過的農地 再大幅拓關到旁邊的農地去非法堆滯 我今天要講這個是講 我們要求現在閒置的工業區還不多嗎 閒置的工業區 從地方政府工業區 到經濟部的工業區 閒置到要許可蓋層住宅使用 放任都市計畫區工業區的土地變相規劃 新建作為住宅出售使用 那麼我們要要求工業區裡面要許可 我們的廢棄物處理機構案再利用機構的設置 你們為什麼反對 你們為什麼反對 跟委員報告 這個就是如果從我們在許可容量裡頭 可以去做這樣的一個處理的時候 在我們有幾個工業區是有這樣 可以在就地做一些廢棄物的處理 但是您剛剛提的這幾個反對的意見 因為分管在另外一個副局長 我們是會後提供資料給委員 你們市長走了 我們沒得問 我現在不是你講的 現在講新設的工業區 你自己都要有廢棄物的處理或再利用設施 然後要自己吸納自己新設工業區產出的廢棄物 否則不能營運這是趨勢 但在舊的閒置的工業區土地 人家一般廢棄物處理產業要進駐工業區 你們不允許他們進駐 然後逼他們到農業區去設置 然後到農業區取得設置以後 把污染的風險擴大到旁邊的農業區 農業生產 那都是因為你們 連給人家變相蓋房子都可以了 竟然不允許廢棄處理機構案 再利用機構進去你們工業區 現在你說你不知道我幫你問也不好了 算了 我以後提供資料 因為真的這個不在我分管的範圍 那你回去吧 我們請署長好了 您委員五安 署長 依據這個工業區設置 是事業廢棄物的清理設施這一個政策 那我們要問你說 我國事業廢棄物的年申報量是1800萬噸 那經濟部在北中南山區設置的處理中心 只能夠處理幾噸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這個數字 2.4萬 產出1800萬噸 經濟部在工業區所設置的處理設施 只能處理2.4萬噸 所以大多數的事業廢棄物 都不是在工業區域裡面去處理和再利用 那我現在問是不是大多數都在農業區 我想應該不見得是都在農業區 這個要去盤點清查了 那我以焚化爐抵渣在利用機構6家 6家永勝潤農全經序原榮保應成6家為例 一個是山坡地保育區 一個是乙工應該是乙籍的工業區 一般農業區特農區工業區 還有一般的農業區 那為什麼現在我們不能夠 在我們的管理的這個設置標準裡面要求 你覺不覺得要求遠離農業區 盡量到工業區這樣的方向 和這樣的管理才是正確的 我當然是這樣覺得 因為要避免進入這個食物鏈 是啊 風險才能控制嘛 對不對 好 那顯然工業局不願意 經濟部也不願意 那你怎麼解決這個方法 這問題 如剛剛您說的 這個廢清法32條 我們這個都是這樣的規定 他講新設 新設如果沒有設置 這些處理他們廢棄物的設置的話 是不能夠營運的 那我講既有的怎麼辦 既有我們現在也就是在 很多也就是民間業者 我們就在做各方面的協調調度 那麼希望能夠讓它合法來處理 也不要成為非法棄制 我們來講土地分區使用管理的問題 我是來講這個問題 這個也不是你意識能解決 那我問你石化產業的問題 石化產業曾經提出政策環評 它為什麼擱置了 這個可能要問經濟部 經濟部送來了 那你知道這個政策環評的這一個歷史嗎 經濟部已經送來石化產業的政策環評 為什麼後來擱置了 這個擱置的原因可能要問經濟部 他已經送到你們 送到你們環保署環評了 為什麼擱置了 我請我們那個中紀處處長 來把這個歷史講一下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他這個在100年4月到5月之間 因為就是國關石化案以後 經濟部已經把這個政策環評已經撤回去了 目前並沒有再送進來 國關石化不蓋了 整個石化產業 就不用繼續做政策環評嗎 你們在出審的時候 有沒有環評委員提出許多意見 當時出審要求他們要去修正 有沒有再修正送給你們 目前是還沒有送進來 可能由工業局來說明 你們這個案子算是結案掉了呢 還是在審理當中呢 目前是工業局他們撤回去 工業局撤回去工業局來回答 你們為什麼基於國關石化不蓋了 整個石化產業政策 就不用在政策環評 是為什麼 跟委員報告 就是國關石化當初在討論的過程中 大概社會有很多的討論 那之後呢就我們形成所謂 我們國關石化在做的是 對整體環境的衝擊評估 但是我們當時在講 不要講這個個案 我們就整個產業 石化產業要去做一個政策環評 因為當初就是討論完之後 有形成所謂要量在外 值在內的一個政策 那變成石化產業去推動 高質化的一個石化產業 但是不會這新的廠 新的這種像國關石化這樣的 我現在沒有要問你說 就國關石化這個個案 你一句量在外 值在內 講得太簡單太籠統吧 所謂的高質能 你們現在的高質化嘛 對不對 你們具體方法是什麼 這個不談 現在講 整體台灣的石化產業 它的政策環評 就只有量在外 值在內這樣子嗎 沒有其他的問題嗎 剛剛提到的量在外跟值 值在內的部分 是那個時間點 大概覺得這樣是要往 量在外 值在內 那國關石化不談了 你告訴我 現在的石化管理政策 怎麼呼應到量在外 值在內 哪裡有呼應 所以跟委員報告 所以我們在推產業的高質化的時候 今天早上審次長 有跟委員巡達的時候有提到 就譬如說我們要做電子級 光學級 或者是光電級的這種石化的材料 我們不要聽你們在空中畫大餅 畫餅充機 現在哪裡在做了 做了什麼東西 跟委員報告 就有廠商他開始做pilot的試量產 那當然因為有些他的區位的部分 是縣市政府他覺得說 所以根本都還沒有做 所以你就不要在這裡吹牛了 都還沒有具體的 在所謂的高質能的產業升級的作為 沒有 不要再講了 我請環保署 現在能源局邊列的 這個102年能源統計年報 工業部門的能源消費表顯示 石化產業在工業能源消耗佔了27% 然後它的能源來自於煤 對空氣品質影響很大 六清的 莊秉傑教授講 六清的PM2.5的排放量 是全國第一 一年產出幾噸你知道嗎 PM2.5產出幾噸 我沒有掌握這個數字 報紙上有看到 你沒有掌握這個數字 有看到 但我記不得 這個數字太多了 請指教 第一名 一年貢獻PM2.5是142392噸 六清是全台灣暴露的PM2.5 剛才早上所有的委員都講 台北人少幾天 嘉義人 彰化人 南投人 雲林人 少幾天都知道 那我現在要問你 PM2.5的防治區劃設 什麼時候會畫設出來 我是不是請我們空保處處長 講比較細節的部分 這個非常的具體喔 什麼時候要給我們畫製空污防治區 君委員報告 PM2.5 因為我們按照法定 那個空氣污染防治區的畫設 需要有三年的滾動資料 那因為我們PM2.5的檢測資料 自動檢測的資料 今年是第三年 所以必須要滿三年了以後 有的資料 對 那什麼時候會滿三年 就到今年底 那理論上 今年年底就開始可以畫設了 你明年年初就有畫出來 對不對 對 我們資料完成以後 我們就會開始 開始畫設這個 就是重新公告 我們現在的污染防治區 那你明年年初 會不會公告的出來 會不會跳票 我們只要資料完成我們就公告 防治區配合母法第六條 大概PM2.5在 中部以南大概都不合格吧 三級大概都會三級防治區 母法第六條防治區講什麼 三級的防治區講 既存的固定污染源 要先消減 污染物排放量 來 我問你 明年年初就有公告 而且公告出來 中部以南 都會是三級防治區 都沒有急 給PM2.5 那現在講了喔 要消減 污染物的排放量 你怎麼做 所以我們現在在中南部地區 積極的推動減量管理 就是從這個PM2.5看起來 明年都會三級防治區 所以我們先預做準備 那你 我問你 法條第三條的後半段 我沒有念 先增或變更的固定污染源 污染物排放量 達一定規模則 要採用最佳可行控制技術 我問你 空污法的母法 是幾年制定出來的 這一條法條 一開始就有了 是71年沒有錯吧 沒有錯吧 對不對 那這一條的執法 到第幾年才公佈 是不是到第91年 92年才公佈 我跟你講 故意 把法規給落後 或是不定執法 就是最大的包庇 71年定了母法 91年公告了執法 這裡面有三個層次 第一個 什麼叫做最佳可行控制技術 因為要牽扯到削減排放量 所以要談到最佳可行的控制技術 你91年公告到現在 已經又經過十幾年了 技術又不一樣了 概念又不一樣了 你們新的最佳可行的控制技術的公告 執法什麼時候會出來 委員關心的第六條的第三項的所有的執法 包括一定規模 VACT模式模擬跟增量限值 對 模式模擬增量限值 上一次在委員會也同意過 就在6月底以前 該預告的 該完成的 我們就會按照 預告以外我們要聽公告 如果照你的方法 預告之外要公告 那你這個東西 一定要跟防治區的劃設是同步的 你劃了防治區 但是你沒有最佳可行控制技術 你沒有模式模擬的規範 你沒有容許增量的限值 然後你沒有去訂出排放量 訂定出所謂新增或變更固定污染源 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規模 你是沒有辦法去血減的 所以這是聯動在一起的 對不對 你都會在年底以前都完成嗎 目前四項的執法都在進行當中 我是說年底以前要公告可不可以 我們一定會配合防治區的做法 可以 你沒有的話 你如果沒有公告的話 你怎麼去訂防治區 你訂了防治區沒有血減 那你幹嘛訂 對不對 以PM10為例 全台灣中南部以下 也都是三級防治區啊 你們血減了嗎 PM10有管制做事 有模式模擬有增量限值 然後有去訂定出血減嗎 我先問你 不要講PM2.5 PM10你們有作為嗎 這些執法都是修正 都是在修正 其實現在就都有 只是因為剛剛委員 如果照舊的法令 PM10也早應該要限制啦 PM10總量管制 我們從去年12月11號才開始公告 總量管制 你不要用第八條的總量管制 來掩護第六條喔 第八條的總量管制是說 如果你要給他訂了總量管制 那麼你們就要訂一個目標和期限去卸血減 所以是寬鬆的啊 第六條說只要三級防治區 就直接要血減 所以第八條你們規定一個總量管制 來架空第六條 我現在質疑是在這裡啊 訂一個總量管制 理論上第六條 照第六條PM10早就應該都要血減了 寄存的更不要講新色的 你們都沒有做沒有做為獨職 你說啊不是只有你20年來都這樣子 也不是從民國71年到現在都這樣子 我真的很納悶啊 環保法規翻例翻 我還真的很納悶 我現在問你 缺少的執法不完整的執法 就是對污染最大的重放 以這個概念為例 我問你 為什麼空氣品質標準 你指定了四樣 懸浮為例 臭氧 硫化物 氮化物 也沒有全部喔 也講了二氧化硫化氮 二氧化氮 還有一氧化碳 你們空氣品質標準 是不是要跟空氣污染物種類在一起 是不是 你在空氣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 第一個 你要先定什麼叫污染物嘛對不對 對不對 定了污染物以後 你就要定空氣 這個 品質標準嘛對不對 你所要的品質標準啊 然後你就要定一個方法 什麼叫做空氣品質標準的判定嘛對不對 定出污染物 定出一個標準 定出如何判定 那我有一個疑問 為什麼 你的空氣品質標準 有總懸浮為例 有PM10 有PM2.5 有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二氧化氮 一氧化氮 臭氧 還有一個牽 但是你的空氣品質標準的判定 沒有 沒有牽 也沒有 探氫化而物 也沒有VOC 為什麼 那為什麼你的監測 你的監測都監測到探氫化而物 為什麼你們的判定 品質判定標準 判定方法沒有定探氫化而物 為什麼 這問題我知道今天時間有限 但我跟你講 這些法規可以證明一件事情 證明你們的施行細則 你們的相關執法 當中可以凸顯你們行政怠惰 而可以凸顯你們所有的 亂無章法和不合乎邏輯 而可以凸顯你們是多麼的 多麼的寬鬆 對污染是多麼的重放 今天我相信你要回答起來又要很多時間 我本來想最後一個講 但是今天也講很久了 這樣說 人們一直給我看 我也沒辦法 要說也不會 我最好問你們一件就好了 環保署署長 請問水利署 水利署公告說 水增收的水 水污費可以抵檢耗水費 你有什麼看法 水污費今年會不會開征啊 會 那耗水費今年會不會開征經濟部 在提報 在提報 耗水費 牽扯掉用水的分配正義啊 水污費是要求他們對環境成本要負擔起這個責任 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沒有理由水污費繳納可以抵檢耗水費 這是政府的自我嚴格啦 這是對財團的最大重放啦 這是再離譜的事啦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請李坤哲李委員